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的列单说出圣经一般的来说 是如何从它的原本传到我们今天现代的读者的手上 在那一章我讨论了前面几个的事件 就是抄写和经文辨别 在那里我的论点是 虽然抄写圣经的过程是能犯错的 但是神用这个作为一个恰当的方法 把它的权威性的亲自讲的话带到我们这里 同样的关于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 就是圣经的翻译和编辑的过程 我要讲一些类似的话 这些也是能犯错的过程 他们的成品也不是实权顺利的 但是因为上帝的护理 他们是适当的方法 上帝用来把他的亲自所讲的话带到我们这里 首先让我们考虑圣经的翻译 就正如这本书其他的题目一样 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的观点角度来考虑翻译这件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在本书第八到第十一章那里说过 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 透过他的主权属性 就是掌控权威和同在 透过这些上帝表达他自己 在上帝的话与上帝的本性的等同 上帝的话与他的永恒的思想等同 这些事情上 上帝的话不是透过一个人类的语言说出的 我们不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彼此沟通所用的语言 但是肯定就不是我们今天在马路上所听到的一种的语言 当然的那种的语言是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听过的 就算在上帝与我们讲话的过程中 我们也没有听过的 而未曾听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当上帝亲自讲话 Divine Voice 他向人所讲的第14章 一定就是他永恒的思想 一个的翻译 从上帝的讲话 翻译到人类的讲话 上帝用西伯来文 向以色列人讲 或者用某一些西伯来文的前身 向以色列人讲话 说他是他们的上帝 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 圣经从来没有暗示 这些的翻译会扭曲上帝的话 他所讲的话 就是这样子翻译成为人类语言的话 就有他至终的权威 这点我们看见过的 这些是上帝亲自对人类讲的话 God's personal words 他们是无谬的 无物的 上帝把他永恒的思想 翻译成为人类的语言 这个是伟大的工作 相比之下 其他的翻译的层次 就容易得多了 从我们所知道的 语言是如何的 有多快的转变 很有可能的 摩西所讲的西伯来文 从他开始写着 到我们今天手上的文本 这么多时间了 西伯来文都已经改变过了 很明显的 肯定有一些的编辑的工夫 做了使摩西的语言 使后人能够明白 update 但是圣经没有提到 这些的过程 圣经也没有考虑到 这些的翻译 对圣言论 对救赎历史 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说这些的 一点点的编辑 对圣言论 对救赎历史 是没有影响的 曾然圣经从来没有暗示 说翻译这个过程本身 会将上帝的话语的能力 和权柄减少 在新约圣经里 耶稣所讲的话 可能原来是用亚兰文 讲出的 注脚意 这个绝对不是 一个肯定的事实 耶稣从他的人的 生存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明白 旧约圣经的 希伯来文 还有这些犹太人在会堂 跟圣殿经本所用的 希伯来文 他最可能也会懂 Koini Greek 就是商业所用的 希伯来文 因为那个是当时 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 好 注脚意结束 我们回到证文 在新约圣经里 耶稣的话原来是 用亚兰文说出的 但是新约的文本 text本身 并没有指出这个可能性 更明显的 我们在第三十三章看到 更明显的是 耶稣和使徒们一般 都会引用 希伯来旧约的 希伯来文翻译本 就是七十十本 还有圣经从来没有暗示 用这些的翻译本 会提出任何的困难 相反的 在什么程度上 一次的引用 是重现了 这个原来的文本 autographic text的意义 在什么程度上 它就重现了 原本的意义 因此就把原本的权威 也带出道 正如我在上一章所指出的 当新约的作者 引用七十四本的时候 他们的用意 不是要把权命 附于七十四本 这个翻译本 乃是用七十四本 来做一个工具 来引用原来的文本 autographic text 圣经有讲的乃是 在世界上 人类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 是上帝的审判 创世纪是一章一到九节 诺亚的后裔 想要造一座城 荣耀他们自己的名 而不是荣耀上帝的名 第四节 造一个塔 八别塔 是应该可以通天的 他们的用意就是留在那里 而不是遵守上帝的吩咐 去遍满全地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 创世纪九章第一节 当上帝把人类的 语言上的统一性 破除的时候 人又开始遍满全地了 自从那个时候 语言的多元性 成为人类的合一的一个拦阻 但是对上帝不是拦阻 正如上帝发明了 不同的语言 他同时可以为了他的目的 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 他可以用所有的人类的语言 讲话 对他来说 上帝的话 用希伯来文 亚兰文 希腊文 正如英文 意大利文等等 来说出的时候 能力和全并 都是一样的 五宣节的时候 上帝部分的翻转了 巴比塔的咒诅 使犹太人 从不同的地方来到 耶路撒冷犹太人 能够听到福音 透过他们的语言听到 在五宣节的时候 上帝部分的翻转了 巴比塔的咒诅 使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 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听到福音 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二节 上帝从来的用意 目的就是 一个对全世界的一个的目的 暗示在他对亚当夏娃的吩咐 要遍满全地 在他向亚伯兰的应许 说透过亚伯兰 地上的万国都必蒙福 也暗示了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耶稣的大使命 教导使徒们 要使万国的人 做我的门徒 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 因此上帝从来的计划 就是要把他的话 分到地上的各国去 因此使徒们 用希腊文写 新约圣经是不足为奇的 那个是当时 罗马帝国的通宗的语言 他们没有用了 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 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 基督都有很强的动力 要学习不同的语言 把圣经翻译成为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的 因此翻译圣经 不单单是为了一个 实际上的需要 它是在整个圣经的 福音的本质上 它是扎根于圣经里 福音的本质 是为每一个民主的福音 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 所以我们对翻译圣经的 基本的姿态 应该是肯定的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一样 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不能翻译的 相反的 上帝把他的话语 缩进到每一个人类的语言里 我们要承认 翻译有的时候 结果就是失去了某些的内容 但是这个并不是肯定会发生的事 希腊文对门那个字是 Tura 《律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 从字意来看 这个字与英文的Door这个字 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有能够称为Door 英文Door这个东西 都可以在希腊文称为Tura 反之亦然 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彻底的研究 我会说这两个词在交替来用 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然在每一个语言里面有某些的词语 是没有那么的容易的相对于另外一个语言的字的 当我们从个别的字这个层面提升到短句 一句话 一段话 还有整个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很多这些翻译的问题就呈现了 有些的语言里一些词语 是不能够逐致地翻译成为其他的语言的 当翻译者想要异议这些词语的时候 或者这些俗语的话 他们有的时候会造出更多的困难 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从某一个字的层面扩大到短句跟句的时候 是不可能把原来的那个意义 完完整整地重现在那个目标的语言里 这两个语言之间 肯定有某一些的微妙的侧重点 或者联想等等的不同的 因此基督徒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基督徒 必须要一起来合作翻译出更好的圣经 这个是很重要的 翻译圣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就算在一些基督化的国家 或者文化社会上还没有完成 而既然语言继续在演变 已经翻译成的圣经的版本 也需要修改的 注脚二 但是我承认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英文的圣经翻译本 有这么多的版本 我怀疑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英文的翻译本 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些 出版英文圣经的牟利 而不是本质上人们需要这么多 我祈求上帝会采配更多的语言家 我们的语言家 出去翻译圣经 在那些需要圣经翻译的地方 虽然这个并不能够赚大钱 但是不完整的翻译本 也是可以用来做传递上帝亲自讲的话的工具的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耶稣和使徒们引用旧约 透过超本 而不透过原本来引用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人们可以引用autographic text 圣经原来的文本 就算用的是一个能犯错的超本而已 我们也注意到使徒们不单单引用超本 他们也引用70本的翻译本道 我们这里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论点 就算一个翻译本 在某些地方与原来的语言的原本 原来的文本 Original text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些的不同不足够让我们不能够引用这些的翻译本 不会让我们的引用作为不合理的 在上一章我指出过 关于超本手稿的难题 一般都是不是很重要 都是次要的 从来就不会使一些教会的教义性的教导不合法化 同样的对翻译呈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就算是最糟糕的翻译本 还是包含了基本的福音 我注意到就算是一端的翻译本 也不能完全把福音排除在他们的名外 最好的翻译本也是不是十全是美的 但是他们一般来说都能够掌握到原本的差不多全部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引用他们 而有信心的说我们在引用的是Origraphic text 原来的文本 在大部分的经文里 翻译都不成问题的 假如在一段经文里面有翻译上的问题的话 一般都不是很难的 因为圣经是这么的华美的常常重复自己 参考本书18章和33章 所以去找另外一段的经文就可以了 在那段经文里 这个题目就是整个的教义 是没有翻译上的问题的 找那些经文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人们会问 他们应该用哪一本的翻译本呢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翻译本有不同的目标 有些的翻译本是追求逐字的翻译 逐一个一个的字的相对于原来的语言 譬如说在英文是ASV NASB 最极端的就是并排版本 就是一行希腊文 一行字译翻译 一行英文等等 另外一些的翻译本呢 他们所要追求的是可读性 而不是逐字的相对于原本 例如NIV还有NLT Living Bible 当代圣经 逐字的翻译 对那些学习西伯来文 跟希腊文的人 是很有帮助的 一本好像KJV 或者NASV的圣经 具体上 事实上是让读者们感觉到 这些的句子 在原来语文是怎么构造的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方法 来比较英文的字和原文的字 不但如此 一个比较字译的翻译本 一般会给很多不同圣经之间 可以做出联系 这些翻译本 喜欢用同一个英文字 来翻译同一个希伯来字 或者希腊字 尽所可能这样做 这样子让英文的读者 可以注意到 不同经文之间的平行性 假如在一个没有这么字译的翻译 这些就失落了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这些字译的翻译本 这个传达 并不是那么有效 而传达 沟通是翻译的最重要的目标 最好的翻译本 就是所有的原来的语文的内容 都能够传递到那个目标的语言 而且用的方法是 目标的语言具体上是这样子讲话 这样子写着的 但这个双重的这种的目标 往往是达不到的 一个对神学教导的一个好的妥协是ESV 我在这本书一般都引用ESV的 但是对其他的目标呢 还有譬如说教导儿童 上人人或者讲不同的地方性的方言的人 其他的翻译本可能是更好 翻译和意义之间 那个划分不是很明显的 我们用意义 paraphrase这个字 来指那些 一般不是很自意的那种的翻译本 但是我们要记得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自意的翻译本呢 就是想要更有效的 与那些那种语言里的人沟通 这种沟通若是成功有效的话 他就成功的掌握到圣经的意义 不然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失落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只有自意的翻译本 才能够抓到圣经的意义的 自意的和不自意的翻译本 不同的是他们所传递的 是哪一类的意义 而当一个翻译本 能够传递任何一种的 圣经的意义的话 他就是在传递圣经的 原来的文本 在什么程度上 他传递圣经的意义 我们就必须领受 他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讲的话 对圣经的版本 Editions Versions 等等 一些的有注角的 研译本 研读版圣经 地图 串租等等 也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警告人 要分辨出经文本身 那是上帝末世的话 和旁边那些的 家庭的注角 这些只有人的权威 但是这些付诸的工具 是有帮助的 一个版本 是否对读者有帮助呢 就要看他为了 怎么样的目的而出版的 今天我们可以买得到 护教学的研读版圣经 应用圣经 在生活上的研读版圣经 不同的教义传统的 研读版圣经等等 这些的注角 还有帮助我们读经的一些的工具 在什么程度上 它是可靠的 把圣经的真理 传递给我们 就是想我们只是读经文的话 我们读不到这些 那这些 却把圣经的意义 传递给我们的话呢 它就是在传递 圣经的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们会增加我们 对原来的文本 text的知识 第34章结束 对原来的文本 是